好 拿出附件的兩個三角形 這個比比看 這兩個三角形是不是一樣大 你會用這兩個三角形 邊和邊對齊 拼成哪些 你看他有沒有一個定義 他所謂拼的意思就是 邊和邊要對齊 那就是同樣的邊要對整齊 好 這樣子是不對的 所以你看 老師非常的聰明 他知道說定義有多重要 當我下一個指令的時候 我要非常的精準 好 那接下來問題這樣子 剛才你們試試拼這 類似這樣子就是一個這個 然後他這個還 另外一個是這個 然後一個是這個 是不是這樣是三種 好 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都在做什麼動作 平移的動作 所以因為他是直角 等腰直角 這不是等腰 這是那個 就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他有短邊 中邊 長邊 短中長 所以他有幾種 他可以拼成 三種 好 那你會發現說 我們 有一個問題是 同樣的顏色的圖形 怎麼知道 平移或翻轉 因為有的小朋友 他其實已經 他就告訴我說 不是只有三種 好 為什麼不會只有十三種 這個 這個剛才掉下來 對不對 你看到了什麼形 真形嗎 風箏的真 真形 這是不是翻轉 就有第四種 狀況出來 可是因為 他其實已經翻轉了 他不知道 所以我才會說 我自己又重新再製造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教具 我又重新這樣 那你手上的那個剛好 你現在再拼一次 你把它翻轉過來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拼你 第二個你再做翻轉 你拿的是等腰對不對 因為你拿了 所以就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 所以我說那個教具 剛好我也沒辦法做 所以我自己又重新再給孩子 自己去做了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直角他比較有趣 他比較多可能性對不對 好 所以 那個時候 我是用直角三角形 讓他們再去做一次 好 那我現在要強調的 剛才的那個動作 其實要強調的是 我們其實要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面積保留 可是請問 你剛才連視覺保留的能力 都沒有 因為就過去了 過去了 你有沒有留下來 你就沒有啊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留住 剛才我做的事情的軌跡 孩子就沒有辦法回看 或者是發現 整理 歸納 他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去補救 這樣子一個事情 好 那沒有把每一種圖形描繪出來 孩子怎麼記得 他們拼過的那些 真的 你剛好問他的時候 小朋友就說 欸 然後他就說 第二種是 欸 這個我有講過嗎 他就說 欸 因為我這個字眼 這個我剛才有講過嗎 他自己也忘記了 好 那所以沒有記下拼過的樣子 他們如何體會 這些相應形狀 其實面積都相同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等一下小朋友做的 來 實作拼湊這個 好我讓他們有解 有拼 有描圖形 分析 歸納 先看一下這個就好 等一下我們再看 事實上我做了哪些的 西部的設計跟活動 當孩子自己製造三角形 培養孩子對形狀感覺的俏門 給孩子 這個是不是又回到我早上說的 很多的問題的源頭 都是孩子自己去怎麼樣 去發現 那我剛才製造了什麼樣的困境 我讓他完全忘記 記不得 說不清 他剛才到底做哪些事情 這跟早上那個陪方講的是不是很像 就是你完全製造一個問題 困境給他 所以他就開始會去想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來解決 那這個是正面的 好 然後這個是背面的 那你會發現說 溫老師做了什麼 一二 一二是什麼意思 我為了要接下來要求更快速 讓他更有序的去記得 我們剛才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讓小朋友開始 去把它短邊就是一 然後中邊叫做二 那長邊就叫做三 我就不行了 就一二 那你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跟我們課本裡面 沒有完全 他沒有要求我們做 其實就變成這樣子 那完全沒有要求我們做的時候 我到底要不要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直覺 就是你讓孩子去撿 然後去拼 去畫 他就是有興趣 所以我就會朝著這個方向去走 那是孩子引導我去做的 剪下小紙片一面有顏色 一面白色 好 那一樣我們就是讓他去 P三角形可用的方法是平移 那個我們教室手冊裡面 就有講到這個東西 好 那第二個翻轉 那這樣子平移 孩子會留意自己拼的過程 做了什麼動作 不同顏色的兩面 提醒孩子是否有進行翻轉的動作 有翻轉與沒翻轉主持的形狀 相不相同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是個別做之後 我就說好 那小組把所有的都集合在一張 等一下我們要來看看 你們做了哪些 那這時候我用的教具非常不好 所以你看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做教學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太多的經歷 只是直覺就覺得說 他應該做這樣 你發現這樣子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的卡片都不一樣 這是不好的 你最好是同樣 大家都用同一組的 那只是兩面有顏色 好 來 這件事情他有沒有很忙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下次要把這個線 分隔線全部擦掉 全部擦掉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什麼 第一個我未來要做圖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怎麼切 有沒有 切割圖形 不用算面積嘛 那第二個是 我現在會看起來 哪一個 因為周長影響 所以面積看起來都不一樣 可是你有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比較看得出來 可是沒有線的時候 他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他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很難看得出來 面積是一樣的 你很難相信這幾個 六個圖形裡面 其實面積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周長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 我們不能蓋一個 很有什麼 周長太長 面積很小 我們周長 最好是周長最小 面積最大 那是請問是哪一個形 正方形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 在我們的每次跟建築師要溝通 蓋學校的 蓋校舍的時候 蓋教室的時候 建築師都覺得 我們老師頭腦很呆呆 可是不是 建築師在當老師在使用啊 我們都覺得那個彎彎彎彎 很多地方就不好用啊 就是死角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沒有去思考 在拼出所有拼法的可能 從邊長有無翻面的情形 進一步思考 邊長的邊的長度 與能拼出幾種族形之間 是否有什麼關係 比如三邊不等長的三角形 所以我也不用跟他講什麼直角 反正就是三個邊不等長嘛 他發現有什麼 就可以拼出這樣子 第一個 沒有翻面 沒有翻面 然後 這個應該也是沒有翻面 反正就是有六種 等腰三角形 就只能拼出三種 可是三邊不等長的 可以拼出六種 那現在因為你沒有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沒有辦法拼到這個部分 好 那三邊不等長的拼法 為什麼會產生不一樣的差異 兩種三角形有何不同 哪一種三角形的拼法 變化比較多 三邊不等長的直角三角形 有沒有發現 然後等腰三角形的 它再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兩邊等長 它只能算一種 大家聽懂了嗎 它就只有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拼出來的 六種不同的 好 你看 從剛才文老師說 我們開始去看我們的教材 有哪些的重點 那接下來我設計教學活動 接下來最後我要到哪裡去 我要把它整理成一個學習單 回家 那剛才我們已經做過了 三個邊都不一樣的 這個我要重新就是教具給他們 我的比較與發現 兩種三角形拼法結果的比較 其實這個在課堂上是不是已經操作過了 可是剛才那可能還是有一些老師的音駕輔助 同學的相互的幫忙協助 所以我現在全部抽掉之後 你回家 你還能夠去做出來嗎 我要去檢驗 那回家 他就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他必須要慢慢慢慢的 第一個先塗上顏色 讓他去塗顏色 好 來 他就開始去把這些東西全部 其實你就發現說 這裡不一定全部全部都 這個大概都對 這個應該他是寫對的 但是 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呢 我這個還沒有讓他消掉 沒有讓他消掉 沒有讓他消掉 這些都沒有讓他消掉 我最後希望是把這個都拿掉 拿掉 我們就來問他說 你覺得這個面積全部都一樣 你光是這樣看起來 就覺得面積有沒有一樣 不太一樣 就看起來不一樣 為什麼 桌上絕對影響你的視覺 好 所以這個多一個 小朋友就一直跟他說 根本就沒有 這個就是角度不一樣啊 他硬要說這個是第四種你知道嗎 那小朋友就開始說 不對 這個就不是 就只有三種 好 這個只是方向不同 並沒有不一樣 好 那每一個小朋友面積保留的概念 三角形如果翻面就會變成 別的形狀 看起來面積會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等於要三角形有兩個邊都一樣長 所以 可以拼整的圖形比較少 他們有沒有發現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上課 好 所以我想面積保留的一個教學 有一個學習效應就是 你徹底發覺面積保留的一個存在 讓孩子花時間把每個都描下來 形狀多麼不同 面積卻相同的一個領悟 體會相同面積不代表相同周長的一個道理 證明相同面積不等於相同周長的道理 這個是從我們這邊 好 還有呢 朋友對幾何概念的一個敏銳度 就是說 我們如果剛才不透過這些 你會覺得以後我在 我高年級就會開始要教導 可能到國中我還要正名體 還要做圖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去切割這個圖形 你知道嗎 可是當我把這樣子一個圖形 描下來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描這個 這個看來你要算面積 你未來就會想說 奇怪 我該怎麼樣 可是如果我已經 曾經有做過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直接就會開始切割 我就知道這兩個是直角三角形 平鮮 真行看起來是沒有面積公式的 你聽懂我意思嗎 真行有面積公式嗎 這就沒有啊 就沒有像我們怎麼頂層一高這樣子 所以你就變成說你必須要去做什麼 寫歌 那還有我們接下來還有四片的 我們現在還有 我後來有做四片的 所以就發現說 我們如果今天沒有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也許我不知道未來他會走到哪裡去 但是我知道說 如果我今天多讓孩子去實作 去發現多一樣 未來對他解題的這樣子一個部分 就會多一個方向跟能力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我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去發展的 所以我只是大概先稍微提一下 這樣子一個部分 那另外我還想要讓老師們去看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 我們平常可能會忽略掉的 好 這個是我 從我們的一個課本裡面 延伸出來的一個 應該是 不要說什麼 等我一下下 不好意思 好 這個部分呢 大概也可以去學到 比較 看到數學螺旋形的一個部分是怎麼 這是那個 白鶴國曉 魏英俊 魏老師 他今天很想來 但是他沒有辦法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通常有做過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 我今天下午還有一個觀念 因為這一天 所以我很快的 把一些觀念再講一下 你有沒有學過10以內 接下來學多少 30或50 看出版社 有的從50 有的從30 那有的接下來學什麼 100一定會有 那接下來有的學著什麼 200 有的是300 好 沒關係 那接下來會用這多少 1000 那接下來用什麼 10000 你有沒有想過 當我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跳高一個層次 剛才我在學分數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的順序 孩子可能也不知道順序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 可以很快就知道他的模組 你覺得學50 會用什麼方式 會有哪些的觀念需要進來 這個時候是在講觀念 接下來在講什麼題目 來支撐這個觀念 50一年會不會講序列 會不會比大小 會吧 至少這樣子會有這些 那100會不會有這些東西 那你猜 1000是不是在學這個 10000是不是也在學這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魏老師他帶小朋友的時候 剛好課本裡面有一個50 再翻好幾頁之後 有一個100 這如同我在學好米的時候 再過兩個單元就是 那個好生 你知道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當我們開始在教材 跟教材之間做連結的 或者是先從重的 或者是從什麼 橫的 這樣一個觀念的時候 孩子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老師先幫我看一下 這個認識50以內 請問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再採一顆 然後呢 再放進一顆 請問 再放進9顆 這些東西在做什麼 是不是 累加加1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 加10 那如果到了100的他就會什麼 加100加200 好就這樣子 那所以他有這些東西 那請問 來 這是小朋友 等一下也是回到 小朋友的經驗自己去發現 好 考題會是這樣子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就觀念是這樣 那考題是這樣 那請問從哪裡來 從做做看 或是什麼 習做都可以 好 這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看一開始是怎樣 具體的 好 然後慢慢到 這個 所以小朋友慢慢的會讀懂教課書 這個教課書就變成他手上的力氣了 很好用的資源 加10 解10 加1 加1 就有這些類型 那我們看一下 100以內 怎麼沒有 這種題目 你真的聽到我的意思嗎 好 那小朋友 那就自己出題吧 你聽懂我意思嗎 那你也不用跟他講很多很高聲的 說什麼累加什麼都不需要 他就是說 那我100以內 我如果要出簡易的 來 這個又不用 是不是又回到我老師剛才跟你講說 我有一個概念在這個地方 那小朋友 四位數加 我要一次進位 我要兩次進位 那小朋友現在的音音架是從 這裡開始 再回到我們 國語課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國語課在做什麼事情 我昨天是說 這是課文 這個是手法 這個是男大副小 我要你寫男大副小 請問這之間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題目 請問他的手法是什麼 他要加1 他要減1 他要加1 10 他要減10 那這個是自己出題 好 這樣子一個學習模式 你看到了什麼 他要不要不斷的回來偵測 這個課文是什麼 所以他在閱讀的時候有沒有要讀懂 他需要去讀懂 這個手法真的是這樣子嗎 然後這個手法再出發 這個叫做回饋 輸出 這是輸入 這是輸出 那你同時在這個地方 讓孩子去做這件事情好 你看一下 來 跟著這樣子 跟這樣有什麼不一樣 不行 跟這樣有什麼不一樣 表哥有沒有更清楚 課本裡面叫煤批 這個叫做筆記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在同時在教學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教孩子怎麼去整理資訊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不斷的一直在教孩子做事的方法 然後做學問的非常重要的能力 所以你看這個叫潛在學習啊 你現在只是想說我要教他這個知識 我要教他灌輸這個知識 灌輸 可是你沒有教他怎麼去分析知識的手法 沒有教他怎麼去歸納整理知識的方法 所以你的孩子不會做筆記 沒有讀書方法 你明明在教數學 我也在教他做讀書方法 你會發現 我每一個學習都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表面上看得到 是我在建立他的 就是告訴他知識內容 可是我潛在我的桌面 桌子底下 我埋藏的是好多的什麼 整理資訊的能力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叫他整理知識 50以內的 有獨作的 有五個一數十個 你覺得老師會講這樣子嗎 如果在更上位的概念 我可能就像剛才裴方說的 什麼心意意啊 但是小孩子不會知道那種東西啊 我只要看他 喔有獨作的題目 那請問 100以內有沒有獨作的題目 一定有 1000以內有沒有獨作的題目 一定有 那他就會分類了 所以他以後在看教科書的時候 他就是看得懂的 那五個一數十個一數 幾個十幾個一 50以內的敘述 好 他說為什麼50以內 一般以內沒有這樣 因為太難了 他會幫編輯去找理由 編輯搞不好也沒有這麼好 也沒有想到這麼完善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大小比較的 來 這個是 這個單元的是50以內的 這個單元是 那小朋友就用彩色筆 開始去畫 比大小 那我這裡有沒有比大小的題目呢 好 好那這個就是 總共歸納出十種題型 那小朋友就開始出 那300以內 好 再放進火車前進進食 他們就叫火車前進再吃掉 火車倒退 退獨作 有沒有這幾種題型全部都出來 你100以內 那300以內是下二下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要求老師說 你現在就給我們看300以內的 我們已經知道他會出什麼樣的題目了 你知道對孩子來講 這就是跟早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早上是我們可能還都不知道 他的編序的方式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一定就差不多 數的認識就是這樣子 數的認識從10以內 50 100 200 300 那這個是從100 300 有的是100 200 有的接下來就是1000 1萬 然後1 是不是都這樣子 那請問你這樣子可不可以預知 你的未來到底會做什麼了 這是很重要的 好那你看這個第10種題型全部都出來 那小朋友想說他預測 這當然是為老師做了給老師們去看的 好那這個是我做的另外一個 早上我跟人講說 我如果一個單元交完之後 我想要做一個測驗券 我要讓他寫測驗 老師你都發什麼測驗券 就直接印出來給他們 那測驗券有什麼特性 它是混合型中和的 可是你就讓他這樣寫 我沒有這麼便宜他們 我都讓他寫說好我從練習券發現的對應題目 是什麼 這個課本要教我的觀念 第一頁他教的 那我從課本裡面去 測驗體裡面貼貼了去把它剪下來 這種題目的陷阱是什麼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也在寫測驗券 可是我做了什麼事 讓他再一次思考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我為什麼這裡沒有線 因為我不知道要貼到什麼地方去 好 那這個是我稍微再講一下這個部分 你看一下你的學習欄裡面 那個測驗券裡面 我的講義是不是有這個題目 好 來接下來我可能講比較一些哲學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生活生命思考的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教過時間 時間有一年級的話 如果你有教到那個幾點鐘 幾點鐘幾點鐘幾點鐘的時候 我記得我認識 因為我沒有做PPT的 一年級我做認識幾點鐘的時候 他的附件裡面有灰姑娘 有沒有灰姑娘這個 有教過的有教過第一年級老師 應該有用過 會姑娘的那個幾點鐘幾點鐘 那我就是幫他變成四格 我變成八格 我就把他空下來 幾點鐘做什麼 幾點鐘做什麼 那我先三年級 我來做一下這個 好 很多老師在FB裡面就看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老師在開始分享 很多人分享這個 我和世界的一天 這個跟那個我吃怎麼一碗拉麵的 有沒有一個日本的繪本 就會講吃一碗拉麵的時候世界上發生的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是數學的 十二十字跟二十四十字的 那你會發現我的陰價在這個地方 我讓他們看到這個東西 好 那十二十字你怎麼講 然後二十四十字你怎麼講 這是影片的內容 我把它截錄下來 猜下來 那自己跟自身經驗做結合 自己生活跟影片的做比較 其實這個看起來 每一個小孩子突然都會被震撼到 覺得自己好幸福 別人好悲慘 這個世界發生那麼多不幸的事情 那所以我也用這樣子 我現在要講說我數學裡面 有一些另外一條路線 我如何讓這個數學不要只是一個 非常數字化計算的一個東西 我就會用這種東西 好 那你看到什麼東西 下午六十 下午八十 下午十十半 這個是我們有一些給他們的 那影片沒有提到的部分 讓學生自行想像還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就把它拆掉 那給他們看三遍 這個影片讓他們看三遍 世界發生的事情 我在做什麼 我的思考和行動 二十四十字寫這樣子 上午六十 我現在才知道很多小孩子不能上學 努力學習新事物 他們的數都不見了 我不可以一直浪費值 那上課中很多孩童只能當工人 要努力把功課做好 那還有這個是當他們自己寫的 大地震 你知道那個時候是剛好台南 就是大地震開學嘛 所以他們就寫了這個大地震 大地震壓死了很多人 我非常的安全 那我覺得很幸福 那火災 我在休息時 有的人現在卻在工作 我好幸福 那有的國家現在發生了火災 我要很珍惜現在的台灣 類似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說 那這個跟時間有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對不對 可是我們很快的 其實我們的時間 最後都在計算 就導到加減乘出這樣子一個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思考不一樣的東西 反省今天做過的事 也要反省今天說過 該說的話他寫的 那這個是不是數學 這是數學嗎 我不知道 我會覺得說 我想要有這樣子一個面貌 也有拉出這樣一個風貌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說 你認為數學是什麼 我認為這也是數學 因為一個沒有覺察 然後沒有生命力的一個學科 他無法讓我們一路繼續學習下去 你會覺得很疏離 所以當孩子開始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些比較哲學性思考的孩子 他就不會被數學評出在外 他可能沒有數字能力 你沒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積極 好 所以每一個孩子寫出來的 我最幸福版 最幸福的人就是我 不想幸福珍惜的人就是我 每天每個國家都比台灣 還辛苦兩倍 三倍或四倍等倍數 這種國家應該是敘利亞 非洲巴基斯坦和窮人 所以剛剛看到了那個 我們圖片呢 影片上就有講到這些國家 有的住方可能出現問題 家庭破碎父母雙亡 所以無法無食物 這些人真是可憐 今天吳老師播了一個影片 讓我很感動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這麼多國家 沒有食物還有水 好悲慘喔 如果大家 瓜號世界所有的都發揮愛心 一起捐助一些錢 來幫助窮人的話 生活變得更好變方便 讓你那一顆善喚的心就發揮出去了 全世界最幸福的就是我 也就是我們 瓜號三級最幸福 我們幸福是因為溫老師那顆心 已經發揮出去了 溫老師是全世界最慷慨 最有樂趣的老師 很好笑 無論如何就要扯到 讚美溫老師 這樣 所以呢 就這個小孩子很可愛 然後你就發現說 這個是我讓他們學完數學之後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寫完這個學習單之後 再來做的一個省思 我希望數學不會那麼單一 它可以有多重的這樣子一個風貌 可以去出現 我很喜歡上這堂數學課 我沒有想到有人會過這麼痛苦 可是我有水有食物 可以吃還有一個玩整家 好多人都沒有這些東西 像一個國家他們很窮 他們想要喝水卻喝不到 還有走了三公里的路才有水 而且那些水還不見得可以喝 可是不喝又會死 喝了也會死 因為那些水不乾淨 那邊沒有醫生 所以他們很難受 土耳其的小朋友還要去做同工 還有一些人沒有父母 所以便只能過 我覺得我才真幸福 好 那這個小朋友也是很知福 我是幸福家 就是我不知道數學也可以去 有這樣子一個 我覺得自己真幸福的 可是我們現在福中不知福 無法體會不幸福的感覺 所以如果無法是 你可以到敘利亞體會 你一定要珍惜資源 如果你可以幫溫老師傳出去 你一定可以參考這篇心得 因為希望你可以理解地球的龍人 相信有一定的程度 現在我可以做的是 是把資源用在各個地方 把他發揮到這 把愛傳到各個地方 讓每個地方都很溫暖 所以你看小朋友其實 他做的這個都是真的是很棒 竟然還要跟 我們不能再抱怨 不能再浪費食物 竟然把他吃完 節省這次 不會像是世界各地那些很可憐的 好 這個是我有一些哲學思考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再讓老師們再去看一下 就是說 我還有一些東西是 對老師們來講 可能他 你會覺得說他是數學嗎 我其實應該拿更仔細的給你看 可是因為我沒有 然後我把那些照片都錄得好 剛才面積是幾何 這個是我們山上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因為我們要上腳 上腳的時候就直接切入課本 可是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有冷有腳 有冷有腳好不好 我就是一個有冷有腳的人 我不會像隨便像某些 有些我不會就是去堅持 可是對於教學的這樣子一個品質 我可能是堅持的 所以有些人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冤的 他某些部分他是會不妥協的 例如我就是可能是一個有冷有腳的人 所以當我上到腳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有冷有腳好不好 所以這時小朋友就開始去拿這個 你覺得有冷有腳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他們就開始去拿這個 你如果去拿那個 你看你的 覺得腳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去畫一下好不好 你的那個那張 學習單 不是學習單 就是我給你的郭語課的那個講義裡面 不是有情緒 腳給你的感覺那個情緒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讓老師們講一下 好情緒 正面然後一個負面 然後一個壞 然後你認為有冷有腳的人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會想到哪一個 所以這個是數學嗎 好像不是數學對不對 好玉璇幫我傳一下麥克風 所有的老師都稍微提一下就是 有那個腳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一個腳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直打開 往後面去傳 往後面去傳 然後講一下為什麼你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郭文老師 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現在提到腳的部分在正向部分 我選了一個就是比較堅持跟剛強 喔 堅持跟剛強 所以你的意思說他有正面也有負面 對 我要好 對 但是我目前先看到正向部分 好 就是你覺得腳給你的感覺是 堅強跟剛強 對 剛強跟堅持 堅持 好 OK 好 好 那下 你想給下一個老師 隨便傳喔 你想害他就害他 好 大家午安 那我就針對這個題目 我選的是一個比較 靈力有主見的想法 所以嚴厲有主見 靈力 靈力 靈力有主見 為什麼你覺得有腳的人會是靈力的 有主見跟靈力其實很像 就是說因為靈力所以他 他會去有想法 好 OK 再傳一下給老師 所以你們都是正面的 都沒有負面的 既然大家都說了正面 那我就會說負面 我想他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挫折 挫折 是什麼意思 有能有講的人 容易挫折 比眾不同 就容易被人家視為異類 你完全講到我一生的處境 沒有了 不好意思 還有 下一個老師好不好 為什麼 你們覺得他 有人要整趕自己講為什麼 好 下一個老師 謝謝 我想到的是緊身跟保守 欸 緊身跟保守 對 因為我感覺好像有點保守 被框住了 嗯 不夠圓融去 喔 OK 嘗試看 下一個老師 我想到的是孤單 為什麼 那個腳啊 他常常就擠一個在那裡 對 你有沒有看到我常常在暗夜引氣 哈哈哈哈 是我看到的 因為暗夜你就是你看不到我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像陽光般的這樣子 但是你不知道我每天回到家都在哭 哈哈 哈哈 好 OK 你們家好 我是覺得是固執 固執 對 因為他就是走在原本的邊邊 他的腳的路線 不能夠歪掉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今天圓會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圓 圓圓的 圓給你 他剛好跟他是對立面 有沒有發現 好 所以這就是我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教學的時候呢 其實很個人主義 非常本位 你猜為什麼 因為你的經驗會影響到 你對教材的詮釋 可是這個東西呢 當然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非常 所以我們才是覺得說 當一個老師 做一個老師 其實他最好是正面陽光的 一個快樂樂觀的人 去做一個老師 做一個傳道者 他才是比較 就是80%大概不會太離譜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人的人格 或者是他的一個人的格特質 或者他生命經驗 絕對我不敢說不會影響孩子 一定會的 就如同我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那麼的偏執的 或者是單一的 就切入說腳 就開始來上腳吧 我只是一個面頭閃過去說 有人有腳 我就會可能我自己 在生命當中 或有遇過類似這樣子一個挫折也好 或者是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議題 所以你也可以說他不是數學 但是你也可以說他就是數學 那如果你數學特性來講 他是不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態 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相對於圓他就是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好 所以我就是從這樣一個出發 那你在孩子非常的可愛 他會一直不斷的 因為我沒有把那個 好可惜喔 你等我一下下 我來把他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做的那個部分 可以讓你去感受到說 如果一個老師能夠去做一個多元的 一個思考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東西跑出來 我來看一下 資料太多了 我就會見過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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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了 這個找到了 如果時間 沒有講 我用照片給你看一下 就是小朋友 那個時候做的事情 講給你的感覺 這就是我第一手的教學現場 我沒有非常完整 就是很清楚的 我只是大約的去講 那其實大部分小朋友講的就是什麼 他是固執的 他是被動的 相較於圓他是不是被動 因為他很穩定啊 他不會亂滾啊 他不會主動不小心 風一吹他就動了啊 他不容易動 那他是比較粗魯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說 尖尖的刺刺的我不舒服 所以其實腳大部分給人家的感覺是比較 那你看到我這邊 黑板有沒有 這是我的黑板 這底下為什麼白白的 其實是我們去買那個白板貼 就是那個磁鐵板 有沒有 薄薄的磁鐵板 他不是材質很小小 大大都可以 有的大有的小 那我就買了以後 把它貼在我這個 黑板的這個底下 那這個我是美奈板 所以我是可以用那個3M的那個 泡棉膠 把它固定的 所以我下一個班 我要拆的時候 我拆過去我那邊不會有痕跡 就把它拆過去 那可是當你 因為這之前我們還沒有自己出版 所以就是用別的那個 你會發現說我可以 我這樣子黏上去 我如果用黑色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 背膠 就黏不住 像這種 他是絕對黏不住的 因為他不夠黏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強力吸鐵 可是我告訴你一個也黏不住 你猜為什麼 因為他的背面是黑色 如果你用黑色把它倒過來 這樣子就可以黏得住 一個就黏得住 可是因為我現在 把黑色比較黏的部分 往裡面放 因為這很醜啊 黑色很醜 所以呢你必須要再貼兩個 不然就再貼更厚一點的 強力吸鐵 才可以固定 那這有什麼好處 這個角度 剛好小朋友看過去平視 所以他每天 他有一次上數學 上到我一個算式很慢的時候 他就舉手說 怎樣 我會上數學 老師 我要上去拿情緒卡 我說為什麼 我覺得煩嫩 他說 為什麼這麼笨 為什麼不快一點 這個用什麼東西就很快啊 好 他就會跟我講這個 我覺得讓我笑對不對 中毒很深喔 他們就已經習慣 就是會用 這樣一個東西來表示 所以那個音架搭得非常的順暢 那現在輕鬆的是反射動作 那我那個表格 我喜歡有一個 像我那個 那個給你們那個表格有沒有 你有空白對不對 請你讓他在讀小說 或讀繪本的時候 有一些新的語詞 你就幫他請他填上去 你認為這樣語詞應該是屬於什麼 所以他也不斷的一直在擴充 他的這樣子一個情緒語詞 好 因為沒有固定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要用的 我就跟你說比較少語詞 那所以不是全部 好 那你看接下來 小朋友會做什麼事情 好 我就看說 好 因為呢 腳被你們這麼一縮 他就說 上帝啊 讓我消失吧 我不想活在這個世界上 人們都討厭我 好 為什麼我現在表演得這麼難 因為你快睡著了 表演得這麼難 如果你在 有人在更多人度過 我就會 啊 就看你們的程度而已 剛才還在正常的範圍期 對小朋友也是一樣啊 就 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我們不用上什麼 表演課 就是每天都在表演 然後你這樣子是不是 小朋友就知道說 好 那小小說書了就 所以我們班可以得第一名 是因為平常都怎麼樣 隨時都在演練這樣子 好 那所以你看 這個時候小朋友就開始 會去想 如果沒有腳 那會怎麼辦 欸 小朋友是寫得很好笑 他說如果沒有腳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寫的都是很好笑的 他說沒有腳的話 就沒有房子了 為什麼 沒有腳就沒有房子 會滾對不對 所以很好笑 而且他還把連續的那個動作 把它畫出來 他說 一開始是這樣 房子會這樣 但是他會倒一半 再滾過來 你看這兩個在底下 所以看這個過程當中 孩子在做什麼 他有沒有在一直不斷的在詮釋 生活上的腳 因為我們生活上的腳 其實都不是真的腳 以精準度來講 他又不是真的 很多時候 你也說那個腳 還沒有去亂撞 會碰到腳 其實那也不是真的腳 所以生活腳跟數學腳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先從生活上 來感應一下 火車軌道 電 國家 哇一講的時候 每一個小朋友 你看這是什麼 101對不對 他說如果沒有腳 書包會變這樣 書會變這樣 櫃子會變這樣 電子會變這樣 你看他每一個 每一個 你看這個就是 活脫脫就是溫老師的學生 表徒就出來了 對不對 做什麼東西就開始 他說沒有腳的話就沒有 高雄的85大樓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因為都有腳 結果現在沒有腳 就不叫85大樓 好 樓梯會變 沒有樓梯 沒有圓形的電燈 怎麼變成圓的 只有圓形的電燈了 書是圓的 電腦會怎麼 你覺得這個孩子 這樣子多可愛啊 你就覺得這一集他們是這個什麼 就在享受啊 不過就是一個假設而已 他們就開始把生活裡面所有的 再run一遍 他是不是再搜集一遍 哪裡有腳 見面怎麼有腳 所以我有沒有達到數學的教學 我其實也在講數學的教學啊 因為我用了這樣子一個方式 好 那麼 全班就開始 去講說 他就解釋說 這 月亮呢 不是 反正就講什麼 不知道講的 忘記了好 如果沒有腳房子也講 都會不見 他說最嚴重的是牙齒 牙齒分的是棒棒 現在變成圓圓的 然後 這是什麼 電話嗎 看不出來他是神話神 鑰匙孔 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好 那接下來這是我的教訓 那我再開始 那我先針對說 另外我真正教到數學的部分的時候 是後續 那我就先完成這個部分 我就想要去做一個創作 好 又回到我們的語文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最幸福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的語文 因為是 我們的國語課是導師教 所以我們導師可能就教社會 有時候也要教自然 有時候像低年級又教生活課 所以 那數學一定是我們的素材之一 所以你可不可能 從數學裡面去發展 那個故事寫作 可以啊 我們不是很多科普 也都是用這樣子的概念去出發嗎 好 所以我就會讓小朋友 開始去寫這個 如果世界沒有腳 那你看小朋友很好笑 他就會寫說文圖誰 快樂出版社 寫久了他們對這個書的 書封面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我們先開始去講那個目錄 第一個就是剛才溫老師演的 我不想要在這個世界上發死了 好那上帝就說 既然你受到這樣子的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那我就讓你消失吧 那一旦腳腳跑走的時候 沒有腳的世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就發生一些災難 然後腳腳再回來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也很簡單就用這樣子一個梗 鋪給他們 好 有一個叫做圓圓王 他就開始去寫了這些 那我不讓你看這些東西 那小朋友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做過沒有腳的世界 那最後面要求腳回來 所以最後腳腳回來了 就這麼簡單的 那你看像這個小朋友畫的 如果世界沒有腳 漂亮嗎 漂亮對不對 這個孩子 好你看 腳腳國王 正正方方 奇奇怪怪 卡齊 卡齊的爸爸方方 上帝 上帝怎麼變阿伯 感覺沒有威嚴這樣 好讓你看 他就寫了這個 這個寫了其實是很有那個人 大家我是正正方方 是一個正方形 有一個什麼鳳梨頭 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還有爸爸媽媽和爺爺男 都住在角角我 我每個人都喜歡疊積木 好 那所以 這裡看小朋友寫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寫很多 想說這到底什麼課 數學課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我今天讓小朋友去做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會覺得其實數學變得很有趣 好那接下來我再用另外一個部分 好這個就是剛好回應到 我們現在怎麼做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讓他們開始去做周長的 好 你有沒有發現說我也是說 我現在要周長十公分 四個角以內 其實我不講 其實幾乎小朋友都畫四個角以內 十公分 來這個就有點像剛才 音書背書的概念出來 有沒有發現 音書的概念不是背書概念 音書的概念 這個分碼 你看一下小朋友寫得很有趣 他發展以後他 而且我沒有叫他說你要算周長給我看 他就發現說他不要一個一個輸 他想要做什麼 他想要用我們學過的成法的概念 把他算給我看 這是我沒有規定的 那其實蠻多小朋友都會做這件事情 好那你看這個孩子做什麼 他是不是用加法 好去湊出這個東西 這個有點像裴方剛才說的 十二就是跟十二發生關係的 有的小朋友就亂行對不對 有的小朋友就發現他有規律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讓孩子實際去做 好 好那接下來 問老師做什麼事情 可能性 你看孩子其實都非常的快樂 因為在這樣子的時間裡面 老師你仔細去看那些每一張每一張臉孔 其實不管如何 他都是在這個世界裡面 得到極大的尊重跟滿足 這是我要你看他們那一張臉 你看孩子在數耶 你平常不是要畫圖給他們去數 一格兩個三格一個這個有沒有 你現在根本就不用 他會非常非常專注的 那你看像這個 他就是很快就把他全部都會做完的 好就是準備當教授的 你看每一個孩子專門專注你看 所以老師爽不爽 爽 就這樣子遊走四周 因為他們就一直在完成他們 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好 好那接下來 這個幾個獎 四個獎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就要問他說 超過四個獎 超過四個獎 超過四個獎要發生什麼事情 這不就是我們要將他做的事情了嗎 周長二十公分 但是要超過四個獎 來了沒有 那這樣子 你會發現說我一直不斷的給一個指令 可是每個孩子必須要 就開始發展出怎麼樣 不同的 長出不同的花朵 我給了一個握土 那小朋友自己就會長出他自己的姿態好 這才是我們要的教學 你看每個孩子超過四個獎 他可能的 可能性可多的勒 然後你看 這個孩子你看一下 你會發現他光是這樣 周長很可能 他是不是 你會覺得他 他們小孩子很好笑對不對 他這樣子怎麼算呢 他也會一直 這是不是四則不是嗎 這就是四則了 他就是不斷的一直在那邊數 看看說他到底有沒有二十個這樣子 所以你說我還需要去畫圖形給他數嗎 你看我們考試怎麼考 你告訴我周長怎麼考 就我畫圖你來數對不對 跟他自己去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又回到我早上給你的 我給你的學習單那個概念了 所以很多老師問我說 那王老師你到底教學裡面有沒有一個模組 我有的模組是很上位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你讓孩子自己去出題目 你就想辦法把我們的觀念 我們這個這一面數學 這兩面數學要學的觀念 想辦法讓他懂 接下來讓他自己去找題目 讓他去找生活中相對應的題目 這樣就對了 那把它寫下來 那轉成一個數學語言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就讓他們開始去做 好 周長周見大作戰 來我應該給你先看一下我的這個 這個時候就 小孩子就 因為你知道 我們在畫超過四個角的時候 小朋友說 老師很像城堡欸 其實我本來沒有想到這個 他說老師很像城堡 我說欸 那我就要來講城堡的故事囉 我們就開始來想說 哇 這個城堡裡面住的什麼 因為我們聽過王子公主 那個太多了 所以小朋友就說 好好好 老師趕快我們來畫 然後他就說 題目不要我訂 他們永遠都不要我訂題目 好 他們覺得我的題目很low很老 就是老人家 例如我女兒常說 欸人比花椒 年輕人會跟你講這個是在諷刺年 媽咪你們不是都說人比花椒嗎 每次都說照片裡面都什麼人比花椒 就會講說我們是老年人的一些思維 那小朋友也覺得他們的很好 可是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 我一定要知道說這個單元 所以我說周界跟周界不能給我換 那至於子題呢 隨便 城堡的秘密 像他這個 城堡的秘密 怪物的復仇 看 他就開始 所以你看他每個小朋友 周場周界 大戰鬥 想必這個孩子就是做什麼 恐龍王 每天都在做恐龍的 你看 接下來做什麼 好 這個 每個小朋友 全部拿來才開始去 去開始發展這些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重要 流水編套 他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特價 小孩出版是 那本來寫錯 誰要買呢 李嘉堂群特價一般 好 你會發現 這是他們的封面跟封頂 然後就用那個 最大張的那個圖畫子 給他們去做 然後就說 什麼發射 然後這個5×19的意思 什麼 他就開始一些有的沒的 就開始起去 其實要講的就是 重點是這個 來 你看到了這個是什麼 我就知道他們去做一個城堡設計圖 那就是文學想像這樣數學 複習了 超級學習單 請在方格裡畫出城堡 我這邊旁邊有一個方格 大大小小五個城堡 周長50 40 30 25 20 這個應該是超過四個角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他就 把剛才我的數學做了 有沒有開始去畫那個周長了 他是不是為了要這個 卻要去設計周長 然後另外我還有其他的 周界的 周長的這樣子一個 我就把它全部弄上去 然後再把這樣子一個算式 好 這個是我們最後 課本裡面會學習到的 怎麼去算這些東西 就把它全部變成是一張學習單 好 那小朋友就開始去畫 好 好 這個 看一下這個讓你看一下 因為這個小朋友的我覺得 看到了沒有 這個真的是很可愛對不對 他其實明明就是數學 可是他也會去算說這個是周長是多少的 然後他把它發展出來 有一個情境的 有一個故事的 他說他不要戰鬥的 他是恐龍專區 他要培育複育恐龍 所以他說老師我不要戰鬥的喔 我是培育恐龍的博士這樣子 然後這個 像這個小朋友是 你看這他寫 他做的數學人城堡 他這個是故意的喔 他不是不會寫這個字 他說他是故意 要用這樣子一個寶貝 來這就是我要給你看 好可愛喔 他小孩子去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明明就是數學 可是他卻可以把這些東西 可愛吧 這就是我們最 就是全部探開來就是這麼大張的 就我 我就貼上去嘛 先只一張 這總會貼了幾張 好幾張喔 四張 要貼上去 這樣子整個弄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會覺得 就是把他這樣對進去好 所以他們會覺得很歡喜 很歡樂 做這個事情是很可愛的 好 你看我還故意吧 你看公主的復仇 就有王子的復仇 哈哈哈哈 這是女生化的 這是什麼 男生化的 像不同組 可是就是一樣 男生就寫 男生的什麼 王子的復仇 女生就寫公主的復仇 好打開來就是這樣子 好就是我的學習單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這個表格 其實後來我要用這個印比較清楚 之前我用的我原來那個不好 這個印出來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樣就可以讓孩子去做這樣子一個學習單 好開放式的學習 每個小哥做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想就是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常常就會有很多的那個 最後沒有再講一個 我們就結束好 小數 我們就等下一次 等陪方來講一下那個提基的 我也要跟你講一下就是 你看 溫老師就會用這樣子一個方式去做預習 當分數預見小數 好我現在就問你 分數先出現還是小數先出現 分數先學對不對 為什麼 有沒有人想過為什麼 我們在講說我常舉例子就是說 嗯 分數剛才說我們是動過手腳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分數是可以體現 它的外型特徵 是可以體現我走過的足跡嗎 比如說我二分之一 你會有 你會不會有影像 可是我零點五 你 你會 你會覺得什麼 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你會知道說一個一被切成多少 被切成一刀下去就兩半了 那如果我零點五的時候 我如果用披薩零點五 我要怎麼切 零點五要切幾塊 先切成十片其中的五片對不對 可是你就看不出來 你經常說零點五是表現不出來的 可是二分之一是可以表現得出來 可是他們明明就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現在應該說我 我開始這樣教學教了很久之後呢 我發現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數學專家說的耶 我反而我覺得我很像是小朋友 我是變成是小朋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分數要先小數要再後 我其實也找不到這個理由 我是自己去想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常常跟小朋友一樣 就是去講說分數是什麼 分數二分之二三分之三 是不是 所以你剛剛說被動過手腳 其實是誰說的 是小朋友跟我們一起這樣想出來的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一個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還滿合理的 所以回過頭來 我覺得我常常從孩子身上 我剛才跟光老師說 我最雀躍的一件事情 最歡喜的一件事情是 我在我要退休之前 我終於有一個機會重新學習數學 我其實從來沒有好好的 就我從小我就不知道 我的數學是怎麼學會的 那麼單純的事情 就像剛才說 我也沒有想過說 我也可以去想出這些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樂是因為 第一個我的教室裡面 孩子沒有一個是在那邊油桃鋼 然後就覺得 我每次上數學就是很緊張 沒有這種孩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他們寫的東西 就覺得好好笑喔 你怎麼會用這種 這種來詮釋這一個 這麼偉大的一個觀念呢 你被你講得很low欸 不值錢欸 就感覺啊 所以也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老師極盡所能的 要來帶你去看見我教師的 那個數學風景 因為所有的教學都不能抽離 那個氛圍 如果氛圍不對了 老師的思維僵硬了 他就不可能營造出一個 好的教學系那個結果 所以我就想讓你去看到這個東西 這很好笑喔 來 你要看一下學前檢測鍵 是這樣子預習的 這就是我們的預習鍵 有沒有 每一次那個教師手冊 都會有這些東西 可是我是這樣子預習 請你看有什麼不一樣 小書救命小字條 我每次都說 寫作高要叫救命小字條 來 當小書遇見分數 所以我要鋪一個梗 第一個 分數萬靈尋親近 為什麼分數要出去找小數呢 他們有哪些共同的地方 當分數遇見小數 分數要怎麼證明說服小數 他們真的是手足 瓜號兄弟姐妹 小數的外型特徵如何 小數的功能 瓜號專長是什麼 參考書課加書習 小數能幫人類解決哪些事情 分數加小數 聯手書籍 分數會邀請小數 變出哪些數學題目 讓小朋友傷腦筋呢 找到了手足 分數和小數 小說的話 就是找到了手足 那麼分數和小數 小說的話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把整課課文 該要講的觀念 都全部包含在裡面 所以我又再變了一個手法 我每次如果叫他們說 打開書來開始寫 那又不要 因為這個是放假的嘛 我要讓他預習 小數這個單元 請問我怎麼預習 那我教過分數呢 我不是跟你講說 我喜歡把舊觀念再拿過來 跟新觀念去做一個連結 或者是比較 或者是找出他們共同的特質 我認為數學是有這個 這麼大的利基讓我可以利用的 來再回頭剛剛是 為尹娟老師做的 五十一百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好等一下我可以講 毫米 再接下來講毫升 所以就發現說 對喔 數學能夠變的魔術實在太多了 所以呢 我才說 我上次有說有三數嗎 那個技術 我說什麼 技術魔術 還是什麼 我還把他說魔術 就是 我也有把他講說三數了 那我用的這樣子的東西就是讓他們回家 請問他這些要從哪裡找資源 怎麼回答我的問題 從哪裡 從課本啊 所以要看課本 來 這個孩子作品是標準版 文學性高 但後來更著重在數學概念的描寫與介紹 小數點失蹤記 這個就是小朋友說雙胞胎 這個是主角 你覺得他要畫一個分數的時候 跟畫一個小數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畫什麼 請問分數長怎樣 就是如果把他擬人畫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 然後解法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說 小朋友就很可愛 就是你永遠想不到他們會怎麼去詮釋 好 有一天分數小姐去買菜的路上 遇見了解法 解法跟她說 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個雙胞胎妹妹 她失蹤了 分數說我馬上去找 於是分數丟下菜籃 跑往一條不知名的小路 丟下菜籃 好有那個什麼 就覺得說很有 完全就是那種普羅大眾 就是偉大的理論被他們一講都不值錢 就是自己小女的賣菜的那種 好 她說她剛好看見她的另一個雙胞胎妹妹 分數看見她的妹妹 也正忙著她的另一個雙胞胎姐姐 好 所以你看她們就相遇了 好馬上相遇 用自我介紹的 我可以拿來分lisa 分數說這是我的功能 那我 我在加油站場被看見 有沒有啊 所以你就說 我有沒有一直不斷的請他們 跟所有的跟生活做什麼 連結 小樹在哪裡啊 小樹為什麼會被需要 就像醫術 醫術為什麼需要 醫術在哪裡啊 為什麼會被需要 所以老師 你不管用什麼方法 不是一定要用北方或問老師的方法 你只要有這個思維 你去想 人類一定要有這個符號 像加減乘除 或者是說 你一定要有這樣子一個東西出現 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很高興 王老師剛剛中午吃飯的時候 跟我肯定說 他聽到我說一個 要怎麼進入分數的時候 我不會教啊 我就不知道怎麼教啊 所以我把它納入我的合作夥伴 我來看看他們會怎麼想 因為脫離我這樣子一個 最原始的發現的那樣子一個 已經不見了 我忘了 我那麼久遠 我怎麼知道我小時候 碰到一個新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的詮釋是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詮釋都已經不準了 失真 因為我看到都是一個什麼 最比較高層次 比較難度的一些共識 所以呢 我想讓他們自己去找 結果 那我們是不是能互換 好像可以耶 那不就是這樣什麼 想說等職的那個部分嗎 是不是 好他就開始在說 做這個 怎麼去騙小孩 又很難考慮去騙就對了 經過討論後 他們兩人決定去考那些笨小孩 術王國 責彥均 他自己更笨 連策都寫錯 說人家笨 鐵充底 一提十分 共益百分 六分之一等於多少 八分只有得 七分之二的你覺得 五三年級會教這個嗎 絕對不會 所以他說 要去考那些很難的 但是以後會不會出色的 以後 所以他自己在想啊 就是他自己有沒有答案呢 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 他說王大寶 六分之一等 零點一六六七 其實都是循環小說 零點一二五 零點二八五 這是錯的 不會零點嘛 但是零點一點多嗎 零點六八七等於百分之六八七 他怎麼知道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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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四十雷 很好笑對不對 每個人 就是每個 此次孩子要自己看課本自己出題 還要核對答案的正確及錯誤 他對題目的考法也有了基本的概念 他說 左右兩邊代表的意思一樣 但小數點只有自己一個人 而分數的兄弟姐妹可有好多好多 你聽得懂這什麼意思嗎 所以你看剛才會說 因為神最減分數 有沒有 因為他可以不斷的 用很多的方式 那小數就是 他有沒有說對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說 小數只能用一種方式 可是分數有很多等詞分數 我沒有想過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個課本也沒有啊 也不會寫這種東西啊 所以說 小孩子是不是我們的老師啊 對啊 所以 他說 0.166加0.0.0 你只要懂得通分 分數的相加 比小數相加 不容易出錯 你知道為什麼意思 所以說這個會比較 我比較喜歡分數 因為他比較不容易出錯 而且比較讓人一目了人 這或許可以說明 為什麼分數在前面先出現 是不是這樣子 這還是自己的發覺 我也知道 OK 大家好我就是分數 再三下第三單 有些大家已經認識我了 今天聽到有人說 我有兄弟 於是我現在就要去找我的兄弟 有人告訴我 我的兄弟是小數 所以我就去查 你知道這一定是誰寫的 男生是女生 剛才就講說姐妹 男生就說兄弟 OK 我查到了一份資料 我查到了一份資料 這個就是 課本的定義 分數和小數 分數和小數可以互相換算 可以說同一家人 例如 十分之一張等於0.1張 這不是課本嗎 那課本裡面 他就一直去理解啊 10個0.1條橘色金木 是10個 十分之一條 0.1換算幾次 也就是十分之十條 十分之條等於一條 有沒有 他就開始把這些東西 十一個0.1條 合起來是一條又0.1條 分解 然後就把它寫 記住1.1條 所以說要不要叫他預洗 多爽啊 你叫他預洗的時候 如果你拿一張檢測券給他 他會做什麼 他不過就是把他完成起來 暖身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暖身活動嗎 就沒有感覺前側這個部分 這天我終於找到了小數 並且告訴他我們是兄弟 但他還是不相信 所以我就拿資料給他看 他才知道我就是分數 小數說我是小數 我中間的一點是小數點 我可以比大小 但是我的十位叫做十分位 比大小也是和計算一樣 先比個位 另外我也可以計算 因為他就把數學裡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都已經講完了 好 他就舉例分數在這個小數 這孩子吃太多 我腦失的口水 也開始分析起計算體型 第一種是加法計算體不進位 加法計算體進位 解法計算體不退位 這個需要退位 你說我教的東西 有沒有在他們腦子裡面 形成一個體系 一定有的 所以他們忍不住 看到一堆資料的時候 就會紛紛動手 把它給分類分類分類 整理整理整理 這就是我說潛學習 潛在學習的一個 好恐怖的一個力量 所以孩子的能力 就會這樣子一個個被對別起來 那他就把題型弄出來了 分數說我有很多種題目呢 小數也是這樣子 你看 他就把分數會出現的題目 加啊 減啊這樣子 好 那數學大 從前在數學星球 他是一個很不確定 只有小琉球的十二分之一大 甚至沒有人發現他的存在 住著一位富翁叫分數 有一天他的父母診數告訴他 你聽懂了沒有 他把整數當作是父母 所以生出兩個 怎麼樣 雙胞胎孩子 一個叫做分數 一個叫做小數 好不好 太厲害了 有一天他的父母告訴他 很久以前在你出生的時候 我們還生了一個小孩 但那時候 加法國和解法國真的打仗 那時天下非常的混亂 因此你的另外一位兄弟 就和我們失散了 你要去找他 和他結盟來對抗敵人 於是分數就帶著一名仆人出發 分數假裝是乞丐 一路不停的打聽著 終於在一個廢墟裡 找到了那名兄弟 小數廢墟 他們回家以後 準備照片買買 以對抗他們的敵人 他們的敵人是老師或學生 很好笑喔 因為他們一直把他們擺出的陣營 一個一個的破解 好有戲喔 因此數學星球的每個居民 都對老師或學生恨之入骨 於是分數找來的 加減乘除四果 再來時間長度面積容量 等謀式即量降 我有沒有說錯 整數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數與量 純數與量 那小數不就也複製這個整數的這樣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數學真的很有意思 它其實是非常的pure 它就是很美喔 美在很單純這樣子 那你看孩子當初這樣子做出來的時候 他們偷偷聚在一起討論 如何創造人類破解不了的陣營或案子 不過他們得先投票 看誰能當選為會長 最後當選結果是 楚法國國王 這時楚法國國王宣布 我們應該兩國或三國結盟 合力做出一個案子 讓人類無法破解 所以其實就是把我們做的數學的題目 就是把它用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故事把它表現出來 這不就是小牛頓之前他們做的那些漫畫的 也是類似這樣子一個事情嗎 所以就是說 用古代的謀士兩家 就覺得這一定有讀很多書嗎 當然這孩子又是真的讀很多書 好 但由於他手部肌肉狐狸 古老师請他的家長寫出 叫他的想到內容 沒想到一發威就寫出如此精彩迷人的故事 那 你看距離十分鐘 請問他逃走的是什麼時刻 時間題 來 那麼他寫的字就是這樣 這是他非常努力寫的時候 可是你很難想像 如果禮拜六有機會去聽古老師的那個 追思慧的時候 我就會弄一下他的作品 非常的恐怖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也是 知道會錯的題目 這個就是一個作者前演 看到了沒有 他做了這個小書之後呢 他就希望寫一個前演 只要憑證券可打 打拆 輪獲諾貝爾獎世界第一名 好 ok 這也是那個小朋友寫的這個部分 好 裡面就是外型特徵 這個 每個看每個孩子寫的都不一樣 反正親愛的小 謝謝你這麼愛我 願意與我配合 我也真的好愛好愛你 我想神已經安排好 讓我們可以重新相認 這一定是個緣分 加油我永遠愛你分數上 親愛的分數我也好愛好愛你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的姊姊 只是老祖先說 叫我測試你 測試完我知道你還好愛我 謝謝 明明就是數學 你看你可以寫到那種什麼星球 寫到那種窮瑤的那種 愛情故事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孩子 他真的就是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 是一軟的在別伴 所以他平常對他弟弟也很好 那所以他可能就是真的有不一樣的 你看就會寫到 你就知道說其實一個如果沒有上雙胞胎的 或者是對跟他弟弟妹妹沒有什麼感覺的 可能會有 你怎麼知道他寫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意義嗎 他有意義的 所以我說寫作再也不是為了去展現什麼技巧 他其實就是留住孩子童年的軌跡 生命的歷程 再回頭20年後 他再看到他弟弟如果跟他分產的時候 然後這一張 你還分得下去嗎 你會淚油滿面啊 對不對 你曾經這樣子愛你的弟弟 好 那我想這個就是當分數遇見小數的 你看 用正義的翅膀保守天空 這明明就是寫數學小數 就不會寫到這種 分數萬里群跡 剛分數的分數加小數聯手初級 我說這遙遠星球有兩個決定 一位是分數一位是小數 決定就是星際大戰中的角色 所以看每個小朋友寫的顛沛流離版 我被埋在山林 直到你們三年級我終於出來了 其實我沒有很難得 可是我竟然被抬到三年級腳道 可是等待都值得了 因為終於輪到 你知道他的出場方式 就感覺完全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現說 孩子在遇見小數的時候 他有覺得很痛苦嗎 沒有啊 他每一個讓他出場的姿態都不一樣 氣勢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就覺得 小數叫別人去告訴分數 他有一個親戚叫小數 當分數知道好 驚訝的說 不只是 不只有我可以用來被切皮薩嗎 我覺得小數這個名字 應該比我還 讓別人知道分成幾個吧 既然是親戚 應該是既然是親戚 那就去找他吧 就這樣分數出發去找小數 分數去到非常多的難題 碰到非常難 其中一個是分數的題目 十六分之八和八分之數 一樣大小嗎 可是分數笨笨的 忘記他就是分數 晚上的分數跟那個爸爸搭帳篷睡覺 你們一定很好奇 分數的爸爸是誰 答案是處罰 當他起床後才發現 另一個難題就是爸爸被抓走了 分數千辛萬苦 終於找到他爸 可是他馬上回答一個難題 那就是十二分之七 加十二分之四等於多少 好笑對不對 你就覺得說他明明就是把課本 重新再組織一遍 變成一個什麼 老師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我們如果讓孩子用這種法式 去寫一個數學的那個東西 就是數學轉成一個什麼 文學 因為我們常常會讀到那種 小朋友最喜歡讀數學漫畫 他們就會喜歡去 明明那個數學漫畫不過有就是 可是裡面有情節 所以當他變成有一個關聯性的時候 又跟他生活的比較接近的時候 你看他這也是有數學依據的 他說分數和處罰都是分分看的 就比較 其實西元19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被分散了 小樹查到哥哥分數 現在正在英國倫敦 於是小樹決定下定決心 要把哥哥找出來 所以他明天就出發 小樹的悲傷故事 他們可活到388歲 888歲 分數 分數分數在哪兒 一定是那個節目 爸爸在哪兒 參加過 彼此認識 小樹分數是詐騙集團 從此過得欺負嗎 還會問你 所以每個人看 他寫的東西就很有意思啊 分數分數在哪兒 彼此認識 分數是詐騙集團 從此過得欺負嗎 這本書是在告訴我們 小酸分是親人 而且寄生動又好看 請各位來欣賞吧 作者欣賞 有沒有 很好笑喔 不要忘記 小樹人他是數學天才 數學天才 這個折子可以打開喔 你看好可愛 每一個感人的相會 有一天會遇見了妹妹 小樹起仙 起仙分數心想 這個人好面熟 會不會是我的親人啊 小樹心想 這個人聲音 會不會是我的姐姐 會說你是妹妹 是姐姐 小樹大叫 小樹說 姐 好久沒有控制人了 就覺得 痴子明明就是 數學課 所以這個媽媽 很吸引人的故事看 原來分數小樹是 同個媽媽生的 可是媽媽好想知道 她們有什麼特徵 可以讓她們相認 被控制的數學 陳總理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公主 美麗的公主被分到小樹 家的媽 她跑去哪裡 媽媽還更入戲耶 哈哈哈哈 她會拯救被控制 人民嗎 其實她經常笑 媽媽太入戲了吧 不過就一個玉璽而已 好 OK 所以呢 你發現說 數學其實我老師 玩了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最後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孩子不斷的在 一直對應思考 原來的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剛好現在是40分 他在每次唸 餐廓 身邊